这个有一年夏天 我北京太热 我就到外地 一个非常凉快的地方 那个地方就是我们北京 今年夏天都说是桑拿天的时候 我就是在那个外地那个地方 那个地方晚上还要盖被子 就会非常凉快了 那个地方呢在修大桥 修桥呢他就挖一个桥基 这个桥基挖的很深很大 没想到一下雨呢 桥基一下灌满了水 他那个工地管理不严 这个暑假的小学生啊放假 有好多这孩子就在工地玩 下了雨呢路特别滑 一个小孩一下子就滑到这个坑里了 滑到坑里了呢就给淹死了 所以那个修桥的这些工人嘛 纷纷的潜水捞这个孩子 这个其中有一个年轻的工人呢 多次潜水 他潜水技术好 最终呢把这个孩子的尸体给捞上来了 没想到这个工人到了这天夜里 就寒战上牙咬下牙 全身站立 那么几个工人摁都摁不住 摁得那个床都颤 是他们跟我说的 随后就烦躁 最后就发烧就烦躁 赶快送到县医院 送到县医院呢 他就把这个胸啊都给挠破了 烦躁到这个地步 那么到县医院呢 县医院也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啊 这已经是后半夜的事情了 说怎么来这么一个病人呢 然后这些年轻的工人呢 他们都没有更多的文化 心里呢都有一种非常害怕的感觉 说这个白天的时候淹死了个小弟弟 这恐怕这小弟弟嫌路上寂寞 一定要拉这个大哥哥走 所以给医生就是这么说 这些医生呢也弄得很紧张 说这么这么烦躁 就给他输液 输上液他就拔掉 喊叫啊 就这么一个状况 然后呢 我就住在医院旁边的那个招待所里 那个医院的院长和我很熟 已经是凌晨三点了 他怕我给叫起来 说你去北京来的大夫 你经得多见得广 你看看是怎么回事 这个时候发烧是40度左右 那么脉步非常快 你摸脉他 他身上还在哆嗦 那么他们又给我复述烙骗的情况 我心里觉得这是个大爷肺炎的早期 我说这是个典型的大青龙汤症 身上一点汗都没有 高热 胸闷 烦躁 不汗出而烦躁 大青龙汤煮汁 我那是用麻黄最多的一次 30克 好不容易逮入这么个症状 我为什么不怕他出汗太多 他在医院里头他能输液呀 你怕他干什么 我也不用准备炒热的米粉 我说 你们现在准备输液 我就给他弄这个方子 麻防30克 桂枝大概也就是10克吧 其他药都是一般的 石膏我都用了20克 石膏用了20克 那么很快熬好了药 熬了20分钟吧 这个熬好了药就给他喝上 我就在旁边看着喝药 喝完药了就拿热水来喝 因为那个药不是很苦吗 就拿喝热水 这个热水喝完了都半杯 脑门开始冒汗 随后这大汗就淋漓 所以你看大青龙汤煮后 他说没有说温服 取微似汗 汗出多者温粉粉质 他说没说温服 没有说 不用盖被子汗就出来了 就是说金方用之得当 孝如福谷 就是谷春打下去就有声 就是这样的 敷杯而遇 那杯子还没扣下呢 汗就出来了 他就不烦了 他就能够躺在那了 我给西医大夫说赶快输液 那么马上就能扎上就输液 这就安静下来了 接着输液 接着用抗净素 这个肺炎本来要继续发下去的话 肯定会有肺时变的体征 就这样及时的治疗 就截断了病程 这个人就住了大概有五六天院 他就出院了 最后什么也没诊断 如果要不治疗的话 那肯定发展就是大液肺炎 就是这样的阶段的病程 所以我们今天真正的遇到这种症候 那么你就可以用大青龙汤来治疗 并不是那么特别让人害怕的